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个驴都有它的特色 严正社区它也将他们驴的特色展现出来 相信这一点他们的精神是做到了 严正社区它算是一个中壮型的社区 它成立已经19年 那他们过去已经立下很好的基础 那今年他们算是第三次成家评鉴 去年他们就已经获得单项特色奖 那今年再经过一年的努力 某些项目他们已经进行补抢 那我想今年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成绩表现 为了让驴感委员 可以重逢了解社区的特色 严正社区是在买准备上学的官部资料 来说明社区的特色 以及未来发展的目标 社区未来就是照顾我们的老人 我们的儿童 我们还有一个关来的基点 明年就是要让我们的老人 六十五岁以上可以来这里吃饭 穿瓜 驾鸡 让我们祝福 让我们地方的老人 可以有一个福利 有一个休闲的空间 严正社区生理已经有19年的时间 传统的农村特色 也会并感委员是留下青春的印象 国委员也希望社区的发展 能够越来越好 结合当地的天然的好资源 穿会发飞自己的特色 我们目前来讲 一个社区要吸引人才 吸引观光客 吸引各种产业的发达 最重要它一定要依它的 自然天然的地理景观支援 以及他们的文化去塑造出 有别于其他的地方的在地特色 面对这家南岛管政府的社区边角 严正社区的民众是都放下手边的工作 混混来到现场帮自己的社区加油 有孩子也有大人 甚至连阿公阿嬷也都混混进来 穿会表现出社区的团队 一个油店也会并感委员是相当而乐 记得做咖喱长报道